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祖目前在我们干年里还是一个比较倾向可以去海边度假的这样一个地方 这是去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一下就是马祖那边的风光 以后希望能够带家里人来 记者了解到2001年两岸间首条海上客运航线 马尾港至南钢福澳港的两马航线正式开通 实现了两岸人员的直接往来 成为两岸人员往来及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海上重要通道 两马航线开通以来共运营12000多航次 运送旅客达64.5万多人 马祖乡亲一直呼吁要缩短两马航线距离 提升两马航线品质 2017年2月 马尾烂旗码头开工建设 经全力建设 该项目已完成省级验收并投入使用 马尾烂旗码头运营使用后 进一步改善福州对台交流合作口岸条件 推动两马航线升级 那我们希望烂旗码头建好之后 未来在双方在旅游人口方面 我也肯定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成长 也希望双方共同朝这个目标来努力 这条航线开通完以后 两马之间这种往来更加的便捷 那我们相信通过这么一个便捷的通道 两马的乡亲往来会更加的密切 那对于两地人员这个互访旅游观光 应该是会起到一个很大的这种推动作用 那在两地人民之间交往的过程中 也会增进彼此之间的认识跟了解 这种好交换 不正确 我以为我们卡写的 意思客写的 那你们来